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会谈中 中方提出来就是中日的四个文件 这个四个文件日本要坚守 坚守的话那双方可以往前谈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已经把条件开出来了 对方都拿到了 回去那当然就是看文部缝合条件 如果越来越接近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11月份会谈的激励就越来越高了 韩国这边是因为新的总统上来了以后 太勤美 太勤美现在韩国在做修补 但是修补能不能取得中国的信任 这点我们其实也抱存了怀疑 欢迎这也就是说 目前来讲 这个外交部部长的这样的一个喊话 其实也就是看起来初步 中国大陆没有规划 跟尹锡悦会再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对韩国来讲 当然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跟习近平能够会面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外交部长在做这个 先放话 我觉得再放话 然后看看中方的反应 再来有下一步的铺陈 我觉得最糟糕的 最遏止的就是乌克兰的 你看他的外交部部长承认 一交战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送出去了 开战当天 对 那代表什么 我家人跟狗都已经出国了 那就代表他知道这个内幕 他也在做避险 而泽伦斯基竟然没有让乌克兰的人民 做避险工作 这个是坏透 我坦白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像泽伦斯基一样 假设美国给我们的领导人 一个明确的情报的讯息 说两岸要交战了 然后我们的领导人跟他的阁员 然后把他的家属开始在做避险 还有狗 还有猫 还有猫 蔡翔翔 对 然后却不告诉我们国人 不告诉我们民众 然后结果一交战的当天 然后他的家人 他的狗 他的猫 全部都送到海外去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责任司机应该要下台的 如果发生在我们台湾的话 台湾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叫我们领导人下台 是 所以我们其实媒体的责任 很重要 我们一直不断的要求 你的讯息要透明 你要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像是飞弹有没有穿越我们台湾 像是包括 好 现在监护债受难的人有多少 受困的人有多少 我们其实要求不多 我们只要求你告诉我事实 民主党政府做不到 对 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 他要公开要透明 他的政策要公开要透明 这里面所谓的政策是包括 就是说国家所处的环境 你都要让百姓清楚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尺路 就是说飞弹经过台湾的高空 就是日本人公布 台湾人才晓得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因为日本对这个飞弹 经过它的高空 它是非常敏感 北韩的弹道飞弹 有没有经过日本高空有 好几次 最后一次是经过北海道的高空 他们有试景 有试景 对 而且事外调查 因为有些的地方 它的试景的系统 就是停止 故障 日本政府调查要救责 最救责任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战争是对人民来讲 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尤其想要了解 国家有没有处于战争的状态 所以任何的民主国家 如果国家处于战争的状态的话 它的决策跟它的安全的环境 更要透明 要让百姓知道 这是很奇怪 另外刚刚讲到这乌克兰的问题 是这样 因为5月11号的时候 我们民进党政府用尽了全力 让民进党立委 全宿的支持的情况之下 在立法院通过 双重国籍 可以担任公职 修法 以前有双重国籍 被骂了要命 所以后来改变了 那现在又修 委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要立刻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美中的竞赛是无所不在 两个战场 澳洲 以及中东 我们先来看看中东 一直有一个传言 就是习近平近期可能会访问沙古地阿拉伯 现在没有证实 可是从事实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国家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包括全面的战略伙伴 一直从石油 一直从贸易 一直从一些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 事实上两边的贸易总额也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包括在去年2021年 双边两国的双边贸易是873亿美元 比起过去成长 成长增加了209倍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惊人 你也可以看到包括钢铁集团 德龙钢铁集团也跑去沙古地阿拉伯来投资了 双方还有一些签订一些合约 以及在房地产方面 也有很多的商人在签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方方面面包括 这个高级别的访问次数 中美的这个竞赛在中东 看起来只有高级别的访问次数是美国胜 包括投资额 双边贸易以及军火交易都是中国大陆胜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跟沙古地阿拉伯的关系 贸易额军火的采买都比以前多非常多 所以现在大家看这个竞赛还有澳洲 包括现在沙古地阿拉伯跟中国 都可以说是这个全球仅有得分70以上的国家 这是指消费 也就是说在COVID扩张的年代 在战争意义下的全球的消费信心指数 沙古地阿拉伯跟中国的消费力都是提高的 那当然还有澳洲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赖老师 台湾对于贸易应该很熟悉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出口导向 那我们东西卖得出去 我们国内才有就业机会 我们才能够赚到钱 所以事实上双方的贸易其实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代表我们的就业机会 代表我们的经济生活获得改善 代表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其实它很重要 你想想看在石油产业这个部分 原本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买家 可是当美国发展出 成功的发展出页岩油之后 美国从石油的最大的买家 转变成为石油最大的卖家之一 他就变成跟OPEC Plus 他们本身成为一个竞争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谁是石油最大的买家 他的角色就转变了 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是全世界石油最大的买家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大买家 它的地位当然就上升了 因为俄罗斯也想卖石油天然气给大陆 然后沙拉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 伊朗还有包括委内瑞拉 当然包括美国都想卖 你想大家都拼命想把石油这个产业 卖给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筹码就多了 也就是说卖方市场 转变成为买方市场的时候 那你想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的话 美国从以前的最大的买家 变成竞争者 那洞洞就要求我要增产石油 然后降低价钱 来损伤我的利益 那这样的情形 沙特阿拉伯看到美国 当然越来越讨厌 而他看到中国当然越来越喜欢 所以中国大陆跟沙特阿拉伯的合作 的空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么沙特阿拉伯如何能够摆脱 过去对美国的依赖 第一个有这么大的买家 对沙特阿拉伯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它可以提供 很庞大的基础建设 因为沙特阿拉伯它的王族 现在在规划的一个 沙特阿拉伯的未来 也就是未来城 这个未来城的 整个建造的土地面积 比台湾的土地面积还大 规模很大 因为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 可是我们的中央山脉 大概占掉我们的快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剩下的大概1万多 不到2万的平方公里 是 你想想看台湾就能够发展出一个 这么强大的工业能力 而沙特阿拉伯的2万5000万平方公里 要容纳900万人 它这个 而且要预计投资1万亿 1兆美元 你想想这是一个多庞大的事业 好 谁能成建 中国大陆能成建 然后接着那就武器 过去沙特阿拉伯 依赖美国的武器供应 现在它可以从中国大陆 获得战略武器的供应 那是不是关系转变了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回来之后再听老老师怎么说 预防委员 您怎么看现在澳洲 他们的政策是不是真的在调整 对中国 现在这个总理 他是真的想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是澳洲最好的市场 最大的红酒的市场 还有牛肉 还有譬如说像其他一些矿场 我们就不要一个讲 所以对他来讲 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就是国内的 可以满足国内的 像这个农产品 还其他一些工业矿产的这些用品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追求 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 中国大陆 譬如说假如你有口提意 牛肉不准进来 总理当然火到说 你没有这个基础 没有这个依据讲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口提意 但我认为双方 用字来讲文雅多了 尤其是澳洲总理 不像前面的Morrison